老鹰狩猎猴子 鹰的眼睛爆的速度 看看老鹰的眼神是真好使 而且飞行的技术也高 在丛林当中游刃自由 再看看狩猎老母鸡 危险马上就要见灵 但是这些老母鸡为了保护小鸡 也是喝出来了 上去就是一顿干的 这就是母亲的伟大 结果这个老鹰啊 真没干过老母鸡啊 这是猫幼 这小猫幼啊 非常聪明啊 一旦发现危险 他们就马上回入地下洞穴 现在喜鹊啊 给他们通知了危险 这个有点狠啊 蜥蜴啊 看看老鹰狩猎蜥蜴 一个猛子就砸下来了 这蜥蜴啊 这小端腿跑起来也挺快 这个犀牛角啊 非常的锋利 可以把汽车的板筋干穿 所以说啊 一旦扎到狮子身上啊 那也是要命的 所以说狮子在狩猎犀牛的时候啊 相当小心 轻易啊 不敢正面的攻击 一看这犀牛啊 也是个暴脾气 准备把狮子赶出自己的领地 看这样狮子想狩猎犀牛啊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直在等待机会 等待落单的犀牛 包括小犀牛啊 这成年的大犀牛啊 真的不好对付 一直没有机会 这狮子也是饿过呛的 现在犀牛主动的攻击师了 看看这身上的肌肉 一身的盔甲 它这个皮啊 相当结实 平时啊 两头犀牛的厮杀啊 更残忍 同类之间呢 更下死手吧 看这样今天狮子狩猎犀牛啊 没有成功 午餐又泡汤了 而且还遭到了犀牛的反杀 狮子狩猎之外 蟒蛇大战沸沸 巨型蟒蛇啊 损性非常好 经常啊 在水下潜伏 等待猎物的出现 现在成群的沸沸啊 在过河 很危险 一旦被蟒蛇啊 蟒蛇啊 蟒咬住 那就死定了 它有着超强的绞杀力啊 而且 孙杰的攻击速度很快 牙齿很锋利 像沸沸啊 正好整个吞下去啊 不大不小的 其实沸沸也很凶猛 它呢 是荤苏搭配 也吃水果树叶 但是呢 也会狩猎小的鸟类 包括小狮子 小花豹 它都会拿下 看看这个沸沸猛不猛 直接干蟒蛇 一会儿你就知道 你要付出多少代价了啊 上蟒蛇身上一顿啃的 这沸沸真是凶猛啊 比蟒蛇都造懵了 看看这顿啃 看看被蟒蛇缠住了啊 这回想走 是不可能了 这回知道蟒蛇的厉害了 来个四角超天呐 现在同伴看看能不能营救它 都看得目瞪口呆的 不敢上来 其实沸沸啊 非常的抱团 基本上就是全有 但是今天这个蟒蛇啊 个头太大了 现在小沸沸已经断气了啊 被窒息而亡 直接整个吐血下啊 这蟒蛇真生梦啊 吃东西这胃口是真不错 今天蟒蛇狩猎成功啊 轻松的吐一下沸沸 疯狂的游猪干蟒蛇 看看这游猪啊 脊背上的毛全立下来了 这一对獠牙呀 非常锋利啊 看着不大 但是冲击感很强啊 它奔跑起来啊 可以用獠牙把对方挑飞 今天的对手啊 有点特殊 就是蟒蛇啊 看看这游猪 玩的开心呢 这家伙不管吃草啊 和树叶也会吃一些荤的啊 蟒蛇呢 长度达到了七八米 才能叫做巨型蟒蛇啊 它有着超强的绞杀力 一旦被它缠住啊 那就死定了 用不了多久就会窒息而亡 而且蟒蛇吃东西 就是整个吞下去 这个是野猪啊 野猪呢 比游猪害脸 这一身的皮啊 像盔甲一样 很结实 这个小野猪啊 蟒蛇可以轻松的整个吞下去 成年的野猪呢 蟒蛇有点拿不下 潜伏能力啊 是真强 来个突然袭击啊 轻松拿下小野猪 看看这个绞杀力啊 非常强大 用不了多久就会窒息而亡 然后呢 它再把这个小野猪整个吞下去 消化系统啊 非常好使 除了瘦毛以外啊 全部消化掉 连骨头都给你消化的干净呢 这个蟒蛇的个头不小了 这胃口啊 真的不错 看一看啊 蟒蛇一旦把猎物吞下去 它就行动缓慢啊 这个阶段呢 也是蟒蛇最危险的时候 很容易遭到对手的攻击 今天吃的好香啊 来个小鹿猪 干掉了啊 现在需要隐藏起来了 要不然很危险 这个野猪妈妈呀 报复心理非常强 一旦发现蟒蛇啊 它们就是一顿干 看一看啊 野猪群 把蟒蛇一顿干 肯定干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